2024的F1賽季還有不夠兩個月就開始了 但在未開季之前 我們又知道這個賽季會有一個新的史上第一次 就是F1史上第一次前一站最後一站的參賽陣容 會跟下一季的第一站一模一樣 當然如果有人季前受傷或被炒就不會發生了 所有車隊都會沿用去年的陣容 20位車手全部回來 坦白說真的令人感到有點悶 你試想一下如果英超優貴的時候一單傳媒新聞都沒有 又或者是NBA優賽期的時候又沒有交易又沒有新秀 但沒辦法F1就只有這10隊20個位置 剛剛好大家都不想變 只能夠說去年的F2車手就不幸了 20位車手當中當然也有些大家都會覺得他是不值得繼續留下來的 但近一兩年最多人想去走 他是一位理論上可以一直續約 想鬥多久就鬥多久的人 因為他不只是靠錢買位那麼簡單 而是他做了車隊老闆的兒子 爸爸繼續玩他就可以繼續玩 這樣的背景令到他從一開始鬥車的時候 就已經非常招人妒忌 去到去年他駕駛著賽場前幾名的賽車 都未能交出應有的表現的時候 就更加令人覺得他不應該是F1 但大家對他有多認識呢 這次不如我們就來再次認識一下 這一位F1的少爺仔Banzro 不過在開始前也要宣傳一下 F1 Stronovic 生於1998年10月29日 沒錯,你沒聽錯 Strol 史道爾 從來都不是他寫在Passport上的名字 只是他家族本來的猶太盛士 Stronovic 的短板 容易讀這個意思 他是來自加拿大法語區會北克省 雖然是與Latifi 還有前世的冠軍 Shark Williams 和倫夫是同鄉 他在10歲開始參加小型賽車比賽 都不算早參加 但他一參加就贏了多項國內比賽冠軍 當然他是有點天資 但這裡就不得不提一下他老爸 他老爸Lawrence Stroll 早年因為投資不同的時裝品牌而支付 當中包括在加拿大和歐洲經營Ralph Lauren 亦是 Tommy Hilfiger 和 Michael Kors 等的投資者 根據福布斯的報導 他現時擁有的資產高達39億美元 由於Lawrence Stroll 本身就很喜歡車 除了擁有一大堆名車 甚至曾經在當地代理過法拉里 更加在2000年代起 就擁有省內其中一條賽道 曾經在60年代尾舉辦過F1的Montranblanc 所以作為而知Lawrence Stroll 從小就可以在非常優越的環境之下訓練和比賽 雖然小型賽車至初級的比賽 理論上都是One Big Race 賽車應該是一樣的 但如果你有看Over-Tick的朋友應該會知道 就算是初級的比賽 都是銀彈對決 有錢就可以請最好的工程師 加入最好的車隊 及最新的賽車 可以不停用新胎新零件練習 相反沒有錢的話 隨時連比賽都未必有新車胎 有錢的Stroll 當然可以由小型賽車的時候 就享有無限資源去比賽和練習 但他也要有一定的實力才能上位 08-13年間都贏了不少冠軍 只不過他的路肯定好走些 2010年起 他因著老豆和法拉利的關係 成為了法拉利稱分旗下車手 然後去到2014年 不夠16歲的他 開始參加初級方程式的比賽 有趣的是 當時他第一次參加的比賽 是跟Max Verstappen為車頭盤一樣 都是美國的Florida Winter Series 這趟比賽都吸引到不少有實力的年輕車手 包括Latifi、Marcelo、Will Buston 史道爾當時的成績不是很起眼 畢竟是首次參加大車比賽都算是正常的 只不過是韋斯塔本有些不正常的解釋 所以Max就會直上F3 而史道爾先去F4 當時他是參加意大利F4錶賽 第一場比賽是排頭位 獲得最快圈速 最贏為冠軍 最終這年的比賽 他在最後一場都沒有參賽的情況之下 贏到總冠軍 看來就好像很厲害 其實當中都有一些細節是值得相確的 首先他加盟的車隊 是初級方程式的超級班霸 Premier Racing 正確點來說 他不止是加盟 他老爸Lawrence Crow 是直接買了車隊的股份 成為車隊的老闆之一 作為車隊老闆的兒子 自然就有最好的待遇 F1等級的工程師 還有無限制的測試 再加上本來Premier 就已經是超班的車隊 令到史道爾由一開始就有優勢 而且因著Lawrence Crow的緣故 令到Lance當時的隊友 不是不夠實力 就是不能夠跟他爭冠 譬如他當時那位隊友 比賽成績是更加好的 但當時這個錦標賽 只限18歲以下車手才可以得分 令到那位18歲以上的隊友 是不會成為史道爾的對手 另外當年Premier 本來會簽入一位叫George Russell的超級新獸 但有傳當時Barber's Road 運用他的影響力 令到羅蘇要臨時轉隊 2015年 斯道爾升級鬥歐洲F3 這年算是他的學習年 拿到第五也算是很不錯 特別是排在同樣是新人的George Russell前面 但這一年他的意外 就令人覺得他是一位危險的車手 他引發了很多次的意外 包括這個自己抽飛機的意外 但到2016年 他又突然成為了車隊的主力 並且成功統治賽季 28歲之靈 贏到總冠軍 但當時已經有不少關於他父親控制車隊的傳聞 首先就是一種隊友都不能夠挑戰史道爾 這個是當年羅蘇也親口認為是這樣的 他在後面看著史道爾的隊友Nick Cassidy 在賽季的第一場第一個彎就讓車給史道爾 然後史道爾可以從平子拿到最好的引擎 車都比大家快 然後又有傳羅倫斯周當時是比壓力賽會 在當年加了一個最多球三年的新例 將本來是第四年三賽 最有可能是史道爾對手的耶穌Giovinazzi 逼他上F2 結果史道爾在近乎毫無對手的情況下贏了總冠軍 同一時間他父親已經幫他計劃下一步 看進了資源小的威廉士 幫史道爾買了F1位 2017年史道爾正式登陸F1 還有2016年史道爾已經計劃加入威廉士 當時羅倫斯周更加花很多錢 令威廉士給史道爾不停試車的機會 文算當時他已經給了8000萬美元威廉士去買位 雖然只是試舊車 但比起其他新秀 可能只有幾天的正式測試時間 史道爾入場之前 他的準備是明顯更好 而當年的威廉士都算是中油車隊 所以在2017年史道爾也應該有不錯的成績吧 不過他也算是出師不利 前面幾場比賽全部都發生意外和有問題 一直到第七站 加拿大主場的比賽才首次得分 但之後那場 他令到他得意死在F1的紀錄冊中 2017年的亞塞拜疆站 由於多次的意外 還有華迪爾這次故意撞咸美頓 以及咸美頓的頭枕有問題 令賽事出現爆冷的賽果 力卡道贏了冠軍 然後第二位爭奪戰 他是史道爾和寶達斯之爭 史道爾因為天時地利人和 一度穩守第二 只不過在最後一刻 比明顯更快的寶達斯搶了亞軍 但是拿到貴軍 都是令他成為僅次於韋斯塔本之後 最年輕登上頒獎台車手 單計新秀的話 18歲0239天 更加是最年輕上頒獎台的新秀 當時他總算向世人證明自己的實力 及後在意大利的水地排位賽當中 經過其他車手的判罰之後 史道爾竟然成功在頭牌起步 是最年輕頭牌起步的車手 結果這一年他獲得40分 新秀賽果來說算是很不錯的了 只不過隊友馬薩爾得分更加穩定 才輸了3分 不過去到2018年 史道爾就沒那麼幸運了 因為威廉斯的戰力大幅下滑 落到他變成最慢的車隊 他和新人薩爾基斯洛堅 根本就沒有經驗去開發賽車 令車隊的成績每放月下 最終這一年史道爾得過6分 不過當然這個時候 巴巴斯羅已經有後路了 在這個賽季期間 Force India 車隊陷入財群 面臨倒閉 Laurence Rowe 和他的財團成為了白武士 買了這些車隊 亦都拯救了這些車隊 2019年起 以Racing Point的名義參賽 又再做了車隊老闆的巴巴斯羅 當然就立即將兒子調回自己車隊 就是這樣 Lance Rowe就脫苦海 由巴美車隊 來到一支有潛力的中油車隊 2019年 史道爾轉到Racing Point出戰 將原本在這個位置的Estevan Ocon 奧剛逼走 當時也有不少人替奧剛不抵 因為留下的佩雷斯 明顯是因為有贊助資金 另外那個就是... 兒子嘛 所以當時不是太多人看好他們 都很正常啦 之前那年搞成這樣 但史道爾也總算在首場比賽就有分 後後雖然都不是很穩定 但都有一場北國站的代表作 憑著適當的換胎時機 成功拿了一次第四 是車隊當季最好的成績 但整體來說 都是佩雷斯表現更加好 史道爾那年只有6次得分 有21分 而佩雷斯得分11次 有52分 其中在排位賽更加是18次擊敗史道爾 所以史道爾本來就不是排位賽強的車手 而史道爾這樣的成績就更加令大眾質疑他的實力 但不要緊 這年沒有賽車不行 之後的2020年 Racing Point就拿了他們的秘密武器 粉紅色瓶子 而這年他們的賽車實力直線上升 成為當時第三塊賽車 史道爾這一年也交出了生涯最好的表現 全季縮短至17場的情況之下 有10場得分 更加在意大利站和Secure站 拿到兩場第三 最高光時刻就是在土耳其站的流冰場當中 獲得職業生涯首次的排頭位資格 比賽期間更加是一度領先 若非車隊的策略失誤 以及賽車受損 他是隨時有力挑戰冠軍 結果他拿到75分 這樣應該就會令到質疑他的人收聲吧 可惜這年他的隊友佩雷斯 是做出更加好的成績 雖然有兩場因為中了招而缺席 但他幾乎能夠在每場完成的比賽當中得分 差了那場巴林站 他本來也是第三位 只是在最後時刻爆氣 才令到他得不到分 但更重要的是 之後那一場 他是拿到自己的首勝 也是Racing Point的第一場勝利 而當時他還沒有2021年的合約 最終Checo在缺席兩場的情況下 獲得全然到第四 將史道爾完全比下去 而當年Laurence Rowe沒有留著佩雷斯 反而請華迪爾過來 同時留著自己的兒子Laurence Rowe 請華迪爾回來也會理解 但留著史道爾 就真的因為他是自己的兒子 令史道爾的形象更加負面 不過對車都是他們的 都知能夠接受 看看華迪爾能不能夠幫到史道爾一把 2021年Racing Point變成Aston Martin 不過就算有華迪爾加盟 因為他們賽車的實力比往年差 於是這一年大家的表現都是強差人意 排位賽史道爾只是贏8次 其實比想像中多 得分次數雖然比華迪爾多 但華迪爾一次亞軍 就令史道爾再次在總排名輸了 2022年大改例 Aston Martin出事 賽車的實力比前一年更加差 兩位車手進一步退步 史道爾又再在排位賽和總分 都輸了比年尾退休的華迪爾 都是意料之內的事 去到2023年Aston Martin的賽車大躍進 季初的時候更加是排第二的賽車 史道爾又能不能夠 至少好像2020年那樣有些佳作呢? 不幸的是他這年對著的 在戰神艾朗蘇 這年艾朗蘇在22場比賽當中 只有三場沒有分 更加是8次上頒獎台 獲得206分 排名更加是總第四 而史道爾呢? 這年季初因為手指受傷 缺席季前測試之後 就一直沒有什麼好表現了 是的 排第10是他F1生涯最高的位置 但只拿74分 就完完全全拖完Aston Martin後腿了 哪怕他只拿艾朗蘇一半分都好 他都可以幫車隊由第五升到第四了 他在排位賽輸了比艾朗蘇19次也算了 當艾朗蘇可以進入Q320次的時候 史道爾卻只可以進入Q3八次 其餘更加有七次在Q1出局 正賽的時候他必然都比較穩定 但還是有在摩納哥濕地自炒這些 連跑水的自信都沒有了 更加不要提他製造了今年的最大炒 新加坡站連場也出不了 我想這一年這麼大的對比呢 才令到車迷對他更加反感 因為真的覺得是浪費了一個有實力的席位 說真的 說他是很差的車手嗎? 肯定不是的 他有時候也交到貨 也上過幾次台又拿過鋪 但就真的差一點 而且去年已經是他在F1的第七年 已經不能夠再用新人 不夠經驗來補他 大家都知道Lance Rose 史道爾 只可以留在F1 甚至是當初有成績進入F1 都是因為他爸爸的緣故 當F1只有20個位 新人一直上不到位 甚至他下面就是一位2022年的F2冠軍 Jokovic 還在待機的時候 史道爾這樣頂住位 而且還要是沒有時間頂住 就真的令人好反感了 你可以說20位車手當中 鹹美頓、艾朗素的老人家應該要養位 但人家至少有成績 又譬如沙展哥這些給錢車手都是不太行的 但人家真的是新手 就算是周冠宇這年表現不是特別好 但他至少有市場價值 史道爾實力又不夠 又已經不是新手 更加沒有太多市場價值 就是因為他是兒子 就能夠在爸爸的避陰之下繼續鬥F1 坦白說 可能他自己也未必好好受 雖然之前傳他想打網球應該是吹水 但也不難看得出他自己也不是很高興 其實如果他懂得想的話 繼續磨爛隻真的不是一個好方法 可能更好的是比史道爾去帶領Aston Martin 2025重返WEC的項目 這個備受觸目的Aston Martin Valkyrie LMH的project 如果他能夠參與 對他自己也好 對這個project本身也好 都應該是一件好事 畢竟他點差也好 都是一位上過頒獎台的F1車手 實力在F1未夠班 但在WEC應該也有好表現 特別是他的弱點是排位賽 內力賽就不太看這些 可能更加適合他 總之如果我是Lawrence Stroll的話 就會在2025年被Lawrence Stroll成為新項目的車手 然後就請郭田過來 自己又可以繼續看兒子比賽 兒子又可以挑戰利曼等大賽 又可以令Honda高興 車隊內部的人又不用花時間去奉承他們父子 車迷應該都會樂見 皆大歡喜 不過我就覺得Stroll那兩父子就未必會這樣 你看Mike Crack的言論都不像是對他們會說真話 應該大家都要多看幾年這一位兒子 今次的節目差不多 你覺得史道爾是否值得入F1呢? 你又覺得他現時夠不夠實力留在F1呢? 如果你是Lawrence Stroll的話 你又會怎樣顧著兒子的同時 令車隊繼續發展下去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一下 最後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SHARE 按下鐘仔長先看 最重要訂閱頻道 追蹤我的IG和Facebook更加好 最後如果想支持我的話 也可以加入會員或是用Superfans 多謝大家 我是阿菲,我們下支影片見